网络安全的时刻需要铠甲防护 大家好,我是紫唐英买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国家网安组织 提供的报告向外界做了四点解释 主要的一点就是 你美国在网络安全上自导自演 甩锅中国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大家天天每时每刻都在用的网络 那是个盗贼 也是满天飞 尤其是美国通过监控海底电缆等等的 全球的网络 它是在自导自演 在这个网络安全上做了很多的坏事 攻破我们西工大的网络 还有我们其他企业的一些网络 据这个网安系统的报告 好像有4500万起 对这个网络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组织 国家 在这个网络空间里边 这个安全 要特别的 要高度的重视 网络安全 就像我们在 恒空 恒天领域 在这个 边海防 这些领域 这种安全 它是一样的 同等的重要了 最近这个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他在这个 就是 特别提到了一个叫 福特台风 这个美国呢 甩锅呢 是中国的黑客 中国的黑客 这个 攻陷一些 这个 美国的企业呀 美国的科技企业 是在帮凶啊 特别提到了 微软公司 也在 帮凶这个 美国在自导自演 什么叫自导自演呢 就是说呢 美国杜撰了一个 这个福特台风 这么一个黑客组织 说是中国政府资助的 那 他这是在这无中生有啊 他也是为了这个甩锅呀 为了向国会要钱呢 但是呢 这个福特台风啊 是 是 是美国这个政客 他们一些反华势力啊 组织的这么一个 黑客组织 那 攻陷我们的 这个 西北工业大学网络 攻陷了我们一些 企业的一些网络啊 最近咱们 国家这个 网络安全组织啊 还有什么 三六零一些企业组织 就是把这个 在网络上作恶的 甩锅 中国的这个组织啊 给这个揭露出来 那向全世界公开 那是你美国自导自演的 在这个网络上 这个海底电缆监控中国 通过就是说 在这个 整个的全世界网络 因为美国这个 很多这个英特网络的 跟网站呢 都是在美国控制着 所以说呢 美国这个 在这个网络上啊 这个黑客攻击啊 对中国 对德国等等的 他都在这个监控 每时每刻的 这个在网络上的 进行就是攻击 所以说这个网络安全呢 网络安全已经上升到 跟这个物理空间的 航空航天安全 这个边海防安全 那还有等等的 其他各个领域的安全呢 已经上升到一个 极端重要的位置了 那你假如说 你个人的这个上网 你不注意啊 你这个泄密 这个尤其是一些核心 大型的组织 你这个网络上 你不进行物理隔离 那假如说 一些敏感信息 在网上就是很容易 就被这些 就是网络空间的这些 这些盗贼啊 给这个搜寻掉 这个外交部提到了 就是美国对这个海底电缆呢 都进行监控 因为美国是网络 这个英特朗网的发明者嘛 他们对这个网络的 这个攻击啊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 要高度的这个警惕啊 这个网络被攻击 要采取一切技术的方法 从这个各方面呢 要有这个网络安全意识 要从技术上 采取各种措施 那进出啊 这个信息啊 特别是一些敏感信息 都要高度的注意 这种东西 都不要这个随便的 进行这个网络上 这个公开的这个发布嘛 要特别注意网络安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